歡迎收看 WTO姐妹會 香港有報導有說 2002年的1月份到11月 已經有高達80萬的外國人 已經獲得我們台灣的那個 居住許可 對 沒錯 比起2019年呢 多了7000多位 真的 但是因為我覺得 台灣有很多屬於我們自己的文化 還有生活方式 我相信大家剛來的時候 食衣住行 各方面應該都有跟你們國家 差異性很大 你很不習慣的地方 有發生過什麼 拉扯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就坐捷運 然後在捷運上走路 然後有一個男生就一直追著我 然後我就覺得 是一個還是一群 一個 就一串這樣子 就一串了 我就覺得很恐怖 我就快跑 但是他就快追我 他發現我是外國人之後 他就拿了一張衛生紙給我 叫我嘴巴裡面的東西 吐出來給他 我就想說 天啊 居然台灣也有變態 他想要收集你的 他是口水收集者 因為日本有很多人都是收 就是收集女生 比較特別的東西 有一些就是試用過的東西 我就想說 天啊 麵袋 很可怕 然後我就覺得很恐怕 可是我就吐口香檔給他 後來才發現 那變態不是變態 就是捷運的工作人員 我那個時候才知道 台灣的捷運上公車 都是不能吃東西 對 口香檔也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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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會吃這會吐出來 我吃的話 冰檔也不行 但你又被挑釋過 我上去了一個故事 你喜歡嗎 你會誤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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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我誤會 因為一個 好想知道 我想到一個 我之前看到影片 一個外國人問台灣人 怎麼說口罩 然後他口罩 口罩 口罩之類的 然後他來男生的時候 要不要 我寫了新的字 口罩 就說 口罩 現在 然後他把他的褲子開 他們說 口罩 口罩 脫口罩 脫口罩的台語 對 他說了 他說錯了 他以為不要對意思 脫口罩的台語就是 脫口罩 就是脫褲子跑 不是 他不是 不是 A的 A的 好想人喔 好想人喔 所以他才笑成這樣 睡覺嗎 那柔柔呢 好 我就是在台灣 我家裡 我看到 我聽到我婆婆在家裡切電話 他說 回 回 我聽到 幹幹幹幹 我說 什麼 我婆婆被偏罵人家的 我說 什麼 為什麼這樣子 以後也是幫他們接電話 回 回 你知道嗎 幹幹幹 因為我們墨西哥回 回的意思是 幹的意思 所以說如果在墨西哥走路 人家走了 不行這樣子 對 不可以說別人家 還有你又講 不然我們去墨西哥 可能會得罪很多人 真的 對 我們去墨西哥玩 接電話不能就回 要說 哈囉 要說嗨 哈囉這樣 對 還有另外一個也是 有時候你要親人 親親親 我們是 親 親個 不是 親個 親一個 親一個 對 我們是打人 打人的意思 打人 對 親個 對 也不能跟男朋友隨便說 親一個 他會 對 對 怪怪 對 對 所以去墨西哥整個 不能講 可是如果聽到你朋友 好朋友 會 這樣子是OK的問題 對 好的 所以也是要講經講話 謝謝救命 謝謝 好 我是很不習慣的是 我第一次上中文的課 然後我老師 帶一個很 就是一個杯子 然後裡面會講熱水 然後我想說 那夏天怎麼在喝熱水呢 然後老師都說 他喝熱水都是要一百度以上 然後 一百度 他不是 走路了 走路了 然後還說什麼 他有說什麼 所以他現在看起來很眼睛 一百度不行 然後我想說 你喝熱水 然後看起來很眼睛 可是他真的看起來二十歲 然後我想說 所以你們都沒有喝熱水的習慣嗎 沒有 我們沒有喝熱水的習慣 而且我還有去健身房的時候 我想說喝冰水比較好 可是但是 就是那個你按冰水的時候 明明就是三十度以上 冷水 我想說 我想說這個冰水 運動完不能喝冰水 你會收起來 凱莉怎麼了 為什麼搖頭 我覺得我們 變台灣人的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我們 從剛來台灣 會一直聽到 不可以喝冰水 沒錯 然後我們 你到了一個階段 然後你就會 好了好了 好 真的 那就是很抬 那就是很抬 你反對 你叛逆起 那你就 你還沒有很抬 我還在檢視 唯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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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喝水食物就好了 舒服 沒有 沒有 就是溫水對身體好 是真的 亞洲都喝溫的 但是我們沒有 亞洲 沒有這個水 沒有 我們也沒有 我在通過的時候 我的 我的尾巴很痛 我不會動 我說 我來公司溫水 我怎麼要看醫生 你落枕 所以脖子很痛 對 我沒辦法裝我的頭 然後他說 喝溫水就好了 真的假的 醫生說的 對啊 不是醫生 同事 是 OK 對啦 喝溫水真的對身體比較好啦 對 而且年紀越大 對 年紀越大越不要喝冰的 對身體不太好 不要再唸了啦 謝謝阿伯 但是我都喝冰 好阿伯 我們知道 有夠囉嗦的 趙璇 在新加坡其實我們都講中文 所以我剛開始在台灣的時候 會覺得反正講中文沒差 我都很OK 但其實沒有 最不習慣的就是 因為我們新加坡跟台灣的 有一些中文詞 是不一樣 不一樣 用法不一樣 像比如說 沖涼和洗澡 然後你們說開車 我們說駕車 這有很多 小小的那種日常用詞都不一樣 然後有一次我是去買飲料 然後我就說 那個你可以不會給我一個水草 水草 然後店員就說 水草是什麼 然後我說就是那個 那個水草啊 仙草 不是 沒有家常的仙草 就是吸管 然後他說 水草 在我們那邊水管 水草就是吸管 水草是哪裡的話 是 可能是草作話 直接翻還是什麼 我不是很確定 但我們就是這樣 小時候就叫水草 對所以我就來這裡 四年了有很多的詞都 自動換成台灣的用法 所以我現在回去清加坡 大家都說我很像台灣人 真的 而且你們飯店都說酒店 對 酒店 對 因為我們台灣的酒店跟飯店 不太一樣 對 所以有太多的東西 我們要圍酒店 這麼早在約 好 很累 來台灣以後 我老公都沒有跟我說什麼 我就是台灣文化的事 他六點就到家 可是我沒有煮飯 因為他沒有跟我說 給你們留七點就吃飯 因為我們一度都九點 或是十點才吃飯 九點十點吃飯 對 那你們也都是六點五點下班 有點是下午茶 有點心 回來就吃一點點心之類的甜點 這樣怎麼一六八 後來我也不知道 我老公回來他肚子餓 就是很餓 他要跟我說給他肚子餓 他大概兩三個月 有一天肚子很餓的時候 他說我出去一下 我一半半的那個時候太小了 他不好意思跟你說 對啊 不好意思跟我說 對 後來他就出去吃飯回來以後 我開始煮東西的時候 他說他不會吃很多 因為他一定吃飽了 我說為什麼 他說剛剛肚子餓 然後我說 剛剛我等一下不是煮飯嗎 你為什麼白麵吃 他說我們都是留七點吃飯 你住太晚 那是Cindy做的 你為什麼不熟啊 對啊 好客氣喔 你們有這麼不熟喔 對啊 天啊 對啊 就五月份認識 一月份就結婚了 那你們印度都幾點下班啊 也是下班五六點啊 可是我們回來都吃點心啊 那我們印度的文化是 整個印度的歲生啊 七點到十點到十一點 我們都看書了 看完書以後才會吃飯 要不然吃完以後就會想睡覺 那你們都幾點睡覺 吃完就馬上睡覺 馬上睡 睡一年輕人馬上睡覺就沒問題 倒立是年輕人沒可能 對啊 吃飽不洗澡直接睡 我印度還不知道什麼為食道 你留印度還不知道 那你還沒消化完 那你還把那個米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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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就是那個人應該有 就是這樣吃完以後 就這樣五分鐘十分鐘走一下 或是 不會再坐一下 後來就睡著 好恐怖哦 吃太飽 好 所以我覺得剛剛其實前面聽起來 他們已經有一些部分已經台灣話了 沒錯 做了很多事情 會不會覺得你們回自己國家會覺得 這些事情我以前不會做到 怎麼現在變成這樣子了呢 換個靈魂 對 這個會不會 你看 看到 看到廟會開心 興奮 就想尿尿 對 沒錯 就會雙手合十 因為我常常去散步 然後天天都會散步 然後我散步的時候 只要經過廟我就會 帽子拿下來 然後就拜拜一下 帽子拿下來 跟人家說Hello一下 打個招呼啊 今天好嗎 然後我就繼續走 我覺得這個 其實我還蠻喜歡台灣這個文化 雖然我不是特別信什麼宗教 可是我覺得這個還蠻舒服 就是一個鄰居 然後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我剛開始來台灣 我是在彰化園林 然後我們大家都知道 就是群祭會有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就是打假媽祖 沒錯 所以馬祖 那時候我連聽過馬祖都沒聽過 然後那時候我朋友就帶我去 然後我們就去一個廟 然後馬祖在裡面 他就說 就好多人 人山人海 然後就是有一群人就把我拉進去 我一個人拉進去 你去跟馬祖say hello一下 然後我就 馬祖say hello 海神啊 然後他們說海神 所以我就說海神 這個人我應該 因為我也是海的女兒 我就是在海展大 所以我就是海神 好 我可以 而且他又是女生 我就是超棒的 然後結果我真的意識到 其實我跟馬祖很有緣 因為後來我去白沙屯 參加他們的繞進 哇 我超級想去參加 白沙屯很酷 很棒 很棒 大家馬祖的也是很棒 對 都是很棒的 然後那時候我去 我跟台灣朋友一起去的 然後就是 因為白沙屯它繞進 它路線不是固定的嗎 沒有固定的 請問一下這個人在哪裡 他們就會看到一個 外國人 沒錯 然後我就說 好煩啊 我就是想要得到我的這個 結果我問你還沒問 就問你 你從哪裡來啊 對 多少錢啊 你來台灣結婚嗎 就根本找不到馬祖 然後就是我到白沙屯的時候 我就問這個 台灣朋友就逼我去 你去問 然後我就說 好啦 我去問啊 請問一下馬祖現在在哪裡 那個阿姨 她就是完全沒有那個眼神 她的眼神就說 喔 馬祖 你要到那邊 然後轉彎 就講一大堆 然後我就說 完全沒有那種 你是外國人的眼神看過 然後我就說 哇賽 馬祖的信徒 然後我到了馬祖身邊的時候 那些人就是很 就是完全沒有看到一個外國人 他們就是看到一個人 想要跟馬祖一起走 我覺得 喔 那個感覺超舒服的 所以 我覺得我來台灣 第一個好朋友就是馬祖 喔 所以 所以我每次經過廟 我就是會去拜拜 然後跟他們說 謝謝你讓我在這裡開心 他們暴露也 把你當作是台灣人這樣的暴露 對 然後到以後 我們都是一樣的 對 其實我也是 我都經過啊 媽祖也是會拜拜 所以說一下 不是就拜拜 還要拿翔來等喔 對 還要讓他們說到那邊去喔 對對對 也是要算算要拜拜一下 沒錯 打招呼 好 那貝娜 貝娜呢 我在台灣超級喜歡吃這個 烏克蘭不敢吃這個 這個番茄 然後放 這樣很密切 對 我覺得這個最好吃的 因為我覺得台灣的水果 最好吃的 就是全新鮮最好吃的水果 但是你這個命劍 應該是來台灣之後才看過吧 沒錯 但你那時候看黑黑的 你應該很害怕 而且他長得皺巴巴的 我不知道 因為我看到很多人會買 所以我買吃吃看 你敢吃 然後愛上了 當然 我這裡有個外國朋友來台灣說 蛤 台灣的番茄有長紙在裡面了 很大一個 貝娜可以推薦你 還可以去中南部吃番茄沾那個醬油 醬油膏 高雄油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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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餓了 可是我在台灣已經六年了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變台灣人 因為我的說話方式 然後吃的東西 熱炒配台皮 或是炒米粉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上輩子 我一定是台灣人 而且你宵夜也會吃 皮蛋瘦肉粥 對 你記得 你要瘦肉粥嗎 因為皮蛋很多外國人其實不敢吃 不敢吃 而且裡面的狗狗的 味道很大 不過吃皮蛋而已 不加什麼瘦 你可以單吃皮蛋 你今天不敢 好厲害 那你唱完歌會去吃涼麵嗎 可以啊 這個真的 肉汁 因為我交男朋友 然後他是台灣人 然後我 其實我來台灣的時候 我覺得為什麼在三丁 你來多久了 你要點 我來大概四年的 四年 四年 四年就變台灣人了 對啊 好快喔 我已經交三個台灣男朋友 所以就是 真的嗎 講得很深入 我已經研究了 難怪中文這麼好 對 反正就是我嚇到的是 我來台灣 然後我就想聽 小姐都會用鼻子講話 用鼻子講話 對 你要點菜嗎 要點菜要不要點 我就覺得 很噁心 我們跟他們講話都會有 有娃娃腔 歡迎歡迎 歡迎 對 歡迎光臨謝謝你 再來一次什麼之類的 我就覺得 我觀眾煮好吃喔 對 然後反正就是 我後來 我後來會跟我男朋友 就是我們擠來 擠床的時候 因為我們都是比較少擠 然後男朋友就是比較晚 然後我就會問他說 阿摩摩摩 要不要起來啊 你也是用鼻子說話的現在 你現在也是用鼻子在 同話呢 要不要起來摩摩 這樣 就是我互相跟他講 要不要起來摩摩 摩摩是你男朋友的小話 對 對 你都沒有起來摩摩 對 不是 不要想歪 就是反正就是 我叫他摩摩是因為 西班牙文是 阿摩的 是緊愛的意思 然後我們就變成方異說 摩摩 對 所以我就會這樣摩摩 起來啊 摩摩起來 然後我後來就發現 為什麼我只這樣講話 就是我明明就 我西班牙文不會這樣講 這些西班牙文都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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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人也是這樣說話 因為我們會覺得 比較 你是 是不好的 就是 對 而且你們比較喜歡的是 性感 不是 可愛 對 台灣人喜歡 對 我們都不習慣 然後你打扮上面 是不是也有差別 我這裡有帶一個照片 對 你們猜我幾歲 十四 這個是你啊 看他是我啊 這個應該十五歲吧 十八 你怎麼知道 還要穿這個人嗎 十五歲 十五歲 因為他是娃娃臉啊 因為我們十五歲 會有很大的派對嘛 十五歲穿這樣 十五歲穿這樣 我女兒把他打死了 怎麼可以露肚臍啊 這種年輕 而且是我媽媽幫我選 我媽媽幫我選的衣服 然後你看我 你看我今天穿的衣服 你看我今天穿的衣服 好保守 這邊台灣美啊的 你們在台灣的 都這樣吃 塞右面膏 我也沒有什麼 對啊 塞巴拉布也不行 這樣子啊 屁股 沒有屁股 這樣沒有屁股啊 有啊 如果你在巴拉布 上衣的話 就會到這邊 這邊是空的就對了 這邊露出來了 對啊 沒有肚子就可以露出 現在保守了 對 那艾可 我也是跟日本 在日本的時候 穿的也完全不一樣 因為我平常 在台灣的時候 完全不用化妝 是不是很開心 因為路上的女生 都沒有化妝啊 就像我在 我住的地方啊 我走在外面 穿這樣走路 大家都看我啊 這人從哪裡來的 對 幹嘛穿這樣 對啊 所以我現在都是 完全沒打扮 然後穿很像 就在家裡 妳要穿那個 對 去送女兒也是 對啊 還有一個 就是 我很喜歡台灣的地方 在台灣可以做 在日本不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 叫外送 在日本不能叫外送嗎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耶 為什麼 在台灣 台灣人很喜歡叫外送 對不對 超方便的啊 對 可是 日本當然也有外送 但是 很少人 就是 就像你結婚 生小孩 你有小孩子 如果是這個媽媽 常常用外送 晚餐 午餐常常用外送的話 老公一定會生氣 為什麼 我們的整個社會 就是有一個概念 就是 你結婚生小孩 當然媽媽 一定要就是每天 從早餐開始 就是煮好東西給老公跟小孩子吃 但我就是不會煮飯 有時候 沒有人這樣 煮了就不好吃 沒有人不會吃 沒有人不會煮飯 有時候當然可以點叫外送 也是有一些人會叫外送 可是 真的很少 跟台灣比 但是我現在在台灣 超自在自由的 因為我老公也很喜歡點外送 超喜歡看的 方便啊 對啊 我有時候很狼 狼的煮東西就會點外送 老公也不會說什麼 小孩也不會說什麼 媽媽都不煮飯 什麼的 所以日本的 但是日本如果是 我朋友有說過就是 他連續 就是一個禮拜 一次 禮拜日點外送 然後下一個禮拜 再點一次外送的時候 老公就生氣 不搞事 你怎麼那麼狼啊 我覺得在台灣真的很自在 日本壓力很大 尤其是女生 對 下次我們錄影都不要化妝好了 不行 對 她是花彎再過來的 她沒有在這邊化妝 她是花彎再過來的 對 很習慣 她好像比較喜歡六杯啊 你好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開小鈴鐺喔 掰掰